好 第三个疑惑 这个咨询师说 我做了咨询做到 当觉得没有问题 可以问的时候怎么办 各位 你们有遇到这种状况吗 你咨询完 咨询到过程 你觉得 我好像可以问都问了 没什么问题可以问了 各位怎么办 跟他傻笑 可以问他什么 我们来用麦克风再说一次 我觉得现在好像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跟我说的 好 开放他问问题 这个挺不错的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 也许他带着很多问题 要请教你 对不对 就可以再打开一些 延续咨询的内容 你要回顾焦点的访问地图 掌握焦点的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你有没有掌握那个访问的地图 就是历程化的东西 process的东西 贴近希望能量修行 我现在走到哪里了 我现在在哪里 我在贴近希望能量修行 基本上它暗示着下一步 要问那个向线的东西 OK 或者这个向线东西 还可以多问一些什么 比如说贴近的地方 我要问自己是 蓝蓝者觉得被懂了吗 被了解到了吗 我被信任了吗 OK 他的情绪缓解了吗 安心找到了吗 如果没有 就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点点 问希望 目标建立起来了吗 他渴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拥有什么样的关系 清楚了吗 不清楚 再停留在这里 多问一点点 OK 所以每个向线都可以发展了 十个以上的问题 能量 他有能量跑出来了吗 他有没有相信自己了 他有没有愿意试试看的能力 或知觉跑出来了 修行 他可以做一点点的东西在哪里 我们做真相的反馈的东西 做了吗 OK 所以当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问 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哪个向线 就问那个向线的问题 意图达到了 就可以往下一个向线走 OK 再来是 请你练习激发尊敬又谦卑的好奇心 不是乱问问题 要往目标走 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往目标走 所以你可以激发你任何你想问的问题 练习问问看 刚刚其实很好的一个建议 我们让他来问我们问题 然后我们再搭着 他这问的问题 跟他的目标的关联在哪里 OK 做摘要整理 当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做了一个技巧 叫做摘要 我们刚刚谈了几个重点 谈到了什么 我听到的东西是这样子 我不要你们漏掉 你谈的重点 你可不可以补充的 当没有问问题的时候 就做摘要 OK 然后接着要往哪里整理 所以我们这几个重点 都整理得怎么样 你觉得哪个东西 还需要再多做一点整理 多一些了解的 如果往你最想要去的方向 你觉得接下来十分钟 那个地方就多讨论一点点的 所以当没有问题 可以问的时候 其实这几个方向在提醒你 好 有没有想到什么 如果就是卡在能量 就是找来找去找到 它那个能量是一个 不可实施的 比如说像喝酒 玩游戏都是一些 不可行的 不健康的这样能量 还要继续地询问吗 直到问出一个 可实行的一个 可行的一个能量吗 喝酒跟玩游戏 适度的是可以的 就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 这是一个思考点 就是你通常怎么打游戏 有能量啊 我们先不要暗示它是不好的 我们去了解说 你怎么打游戏 怎么让自己有能量的 通常打几分钟 打什么游戏 什么状态下能量特别 比如说我想现在度过这个很困难的一个时期 让自己不再想 我就整休整休地玩 就是有点过度了 或者我整休整休地去喝 那我就会问整休整休地玩 怎么让你有能量的呀 玩玩就累了就睡了 就不想了 所以是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累了 可以帮助你好睡眠是吗 所以意思是你要的方法是可以找到可以帮助自己好睡眠的方法 可以把这件事情不要搁在心里 可以这样理解吗 所以现在你找到的方法是整宿整宿地打电动 所以意思是如果找到另外一个方法是可以让你好好的睡 不去想这件事情也是你要的 是吗 那来方点说没有了 别的没别的办法了 没别的办法了 如果没别的办法 这个方法也许是可以再试试看的 但是这样做的对你影响是什么 那要不要去再找一些更好的方法 如果找不到 我可能就是刚刚说的 我们就来讨论 一般人可能去做运动 你除了打电动 他们什么兴趣爱好 做些什么事情 你过去曾经什么睡得好的时候 在做什么事情 那些例外可以再问 你什么时候过去 哪几次经验睡得特别好 那时候做了些什么事 这不就回到电影里了吗 回到重新找例外 他可以睡得好 这条路是他要的 可是重点是 睡得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目标 他真的要是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要找到例外 例外是跟这解决问题有关的 他睡觉是不去想这个问题 他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是因为做了些什么 我们要问的例外 是跟这有关的比较好 这样理解吗 跟那个目标有关是吧 对 例外要问跟例外 还是往目标上靠 对对 所以他不想 他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的困扰是什么吗 对对对 他困扰是什么你记得吗 困扰就是比如说考前焦虑吧 考前焦虑 对 失眠 大考小考都失眠 所以他要创造的 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就是 考前可以专注的准备考出能力 是他要的 大胆这样猜 我们跟他核对 是不是这样子 他要的时候考试我就不焦虑了 不担心了 所以就是不要用负面陈述 要正向陈述 我要专注的 可以好好准备 然后可以考好 这是要他的目标 所以好好准备 专注 考出能耐 我们要问的例外 是跟这些有关的 而不是问负向的 就是我不要焦虑 我就可以安心睡觉 不去想他 那个例外 其实对于解决问题 没有太大帮助 只是逃避的策略 或是让你暂时安心的策略 对于真正解决的例外 并没有建树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你过去什么时候 是可以专心的 像我就会问 你从小到大 考试哪一次啊 专心度是你 是你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那一次是怎么做到的 哪一次的考试 你从小到大 满意度最高的一次考试 是什么时候做的 你那时候是怎么做准备的 OK 所以这些例外 就是直接去专注 可以好好准备 可以考出能耐的 这些相关的例外 就是要的 像刚刚如果只是说 我就打电动 不要去想他 我就不焦虑了 可是他要的不是不焦虑 他要的是 专注 有能耐 考出能耐 这才是他要的 不焦虑 这个不是目标 只是策略 中间出现的一些 讨厌的东西 让他不出现 可是他不是 重点不在焦虑出现 而是要考好 这才是重点 这样可以理解 老师我想问一下 第二点就是 激发尊敬又谦卑的 好奇心 是指对咨询师 要自我去激发 是吗 对 那您有一些 什么样更好的方法 因为有的时候 自己会觉得浩劫 我很尊敬的金书仁老师 他在博士班里 两课里面 他让博士班的学生 在三个小时 去校园的各个地方 安静下来 写一百个想问自己的问题 各位 你现在问自己 你想问自己什么问题 写一百个 增加你自己 问问题的敏锐度 所以 当我现在在矛盾的时候 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当我有点困顿的时候 想被问的问题是什么 你每天睡觉前 想问自己什么问题 我过去想想 你问了那么多来访者 你问的问题里面 你最喜欢问的是哪类型的问题 哪些问题最能够 touch到来谈者的心 哪些问题最能让一个人有能量 你可以去归纳整理 一百个问题听起来多 整理起来很有发现 所以常常练习 自问自答也是一个方式 找朋友练习也是一个 那你去看看 这么多问题里面 我也曾经让学生做个练习 彼此说故事 说完这个故事 我想被问哪十个问题 那你听我的故事 你最想问我哪十个问题 然后我来挑 你问我十个问题里面 其实我最想问的 被问的是哪一个问题 增加问问题的敏锐度 原来你想这样被问问题 其实我们根据 每个来谈者的特性 我们慢慢要创造 量身打造 最适合他的问题 尊敬又谦卑的好奇 那焦点的提醒 所有的问题都是往目标前进 他要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可以帮助他思考 我要的是什么 可以说得更清楚 我要的是什么 说清楚 我可以做什么 达到我要的地方 所以他的问题都是 问目标 问方法 问能量 就三大块 我要的是什么 你内在渴望的是什么 你重视的是什么 你希望可以活成什么样子 这是问目标的 问能量 什么时候做到过 这里面很难的地方 你怎么度过的 怎么做到的 OK 当你做到的时候 最懂你的人会跟你说什么 这能量可以焕发出来 那现在可以开始做什么 可以做一点点什么 可以离你的目标近一点点 OK 改变最早出现的迹象是什么 渴望 那个时候 奇迹发生的时候 跟现在做的最不一样的事情 假如你现在就去做 会对你有什么帮助 所以问目标 问方法 问能量 这三个是焦点 问问题的 归类的方向 OK 这是解决式的对话的问题 好 这样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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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